从今天开始又变延了 小区里面的便利店又不让开了 然后现在摊主正把菜往里面挪 现在是1月2号的中午12点 然后小区里面这包的便利店也关门了 冬天还都好好的 这会儿给儿子理发 爸现在给你买吃了 现在在网上选了 然后现在在盆里面一选 他给你送到楼底下 给你儿子买点零食和奶 一会儿让便利店一块儿送过来 看还要啥 昨天早上我下去买菜的时候 发现小区里面的便利店都关门了 他们现在改为送货上门了 那个接触感染嘛 刚才儿子说要吃粮食了 然后我顺便看一下 今天还需要买点啥菜 让老板一会儿一起送过来 牛奶没有了 需要买点牛奶 菜挺多的 就不用买菜了吧 我也不多了 一会儿看便利店有没有 顺便买一点 来中午吃啥 我来说昨天又包饺子 我上去买下的时候关门了嘛 你看好有没有饺子皮 还有萝卜 现在已经10点20了 我赶紧给人家叫吧 一会儿 配送过来还得一段时间呢 你要什么快来选 快来选 快来选 他们好多东西都有 哇这么多好吃的 你肯定要爱吃哪一个 我给你选面包你画出来 现在小曼正在群里面挑菜 一会儿会配送上来 现在在其中一个便利店买了一些菜和饺子皮 另外一个便利店买了一些奶买了香蕉和面包 然后我看这个便利店现在可乐饮料还有一些零食都到货了 零食都到货了 之前是没有的 现在问一下我爸这两天吃饭在哪吃呢 然后买到菜了 一次都不多卖一点东西 卖点尺利面包牛奶啥里的 他一会儿就送过来 你什么呢 我妈妈 哎 你快没有把葫芦认着吗 你快回去 快要送你 嗯 没有叫的皮 豆腐 豆腐也没有点 不行就做米饭吧 刚刚豆腐 还有饺子皮都没有 而且现在配送 一个小时才配送三家 你现在都快12点了 配送到两三点去 我意思就是做米饭吧 就剩这几个菜了 这两天小区便利店 送菜都方便 下午才能送过来 本来说吃饺子呢 然后菜的话下午才能送到 饺子皮一直是没有的 下午就剩这几个菜了 赶紧 12点了赶紧先坐起来吃了 他头照也带下去取东西 送的那也到了 你别下去了 还是送到大家脑底下吗 好 看一下送东西的到了 我先下去取一下 嗯 你再买点 啊 早上送上来 今天给送进来了 今天都是送菜到家 买了一大袋馒头 够一个星期吃了 还有买了一些莴笋 还有成果 买一些菜 香蕉豆腐 买这么多 一共是60块钱送到家的 做了白菜炖粉条 土豆丝 然后西葫芦 本来说吃饺子呢 说送不到 赶紧炒了三个菜 幸亏之前团了一些菜 吃饭 没有味道 这都有味道 有味道 米饭本来就没有味道 这要是买到粮食包 送上来了 我下去 先把口罩也带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嗯 先到 牛奶 面包 原味的 哎 这个上来多少钱 这个 这个65 哦 那个片段差不多 儿子心心念念的面包 儿子头发长了 现在也没办法出去理发 幸亏家里有理发器 咱别动 我再说了 动得长 哎 哎 哎 反正又不疼呀 小哥 看来 疫情期间 家里必须背一个理发器 咋卡住了 坏了 还没理完 但效果还差不多 坏了 坏了 快 我给你洗澡 你这个发型还可以 吃完饭了 刚给儿子理完发 然后昨天其实看到 网上发了那么多视频 心情确实挺不好的 其实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看到这些视频图片 我看身心都不好 也是晚上睡不要觉 但今天早上起来看 全面发的消息就是 他们住的条件 拍到设施正在逐步跟上来 逐步都改善了 现在大家都在群里面 参议说是尽量不要出门 不要因为一个人影响了整栋楼 现在群里面都在传 1月4号可以清凉 然后1月中旬的话 先就逐步恢复正常了 就应该可以解封了 但愿早早解封 然后大家都恢复正常生活 我发现了一位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发现了一位 我发现了一位 我发现了一位